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这一次有观众要求就把现在图上面的这个产品给画一下 那这个产品只有图片嘛,那我就直接就很直观的画 反正心里我本身也不是很建议那个有尺寸 有尺寸我建议直接画Suniverse会好一点 那我们直接先开始吧 那首先画这个,我们先要确定一下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先从哪步开始画 那这个模型最麻烦的地方在处理上面的这个曲面嘛 那这个曲面我现在照这里看,旁边也是有点曲的 但是弧路没有前面这两根大 那我们就开始用这个实体,从实体开始嘛 然后再把这些口给挖出来 那先这样子曲线工具 我们从这边,所以零零点嘛 反正我现在是开那个三个的 然后这个尺寸反正我就四个呗,你们就看着呗 好,那一个再下来第二个,我们点复制工具 复制以后,也是一样大概一个距离嘛 再下来的话我们点一下,我通常就看你比较难还是比较勤快的 这个其实我会复制一个,然后ESG取消一下 再来是,对,按Shift垂直 保证它是垂直嘛 然后两个,保证两个,短点这时候要打开嘛 短点的话,呃,对,End 我们就打开了,保证这个是打开就可以了 再下来是,对,End 那你看有显示嘛,Positive那边 然后这时候我们这个边已经完成了嘛 那这个弧度,我们可以现在先调 那刚刚说了嘛,这个弧度有一点点,但是 前后的两个,他们这两个的,会再大一点 那我们就拉,拉的再高一点 那这样子,前面的弧度比较大 那这边的弧度比较小一点 再下来就是复制,再压 好,那这个曲面算是完成了 那这个曲面完成了以后,呃,我通常 因为,这个形的话有两种方法去画 一个的话就是你把线稿搭好 先在线稿上面搭好,搭好圆角 然后直接就把这个形给做出来 还有一个呢就是,呃,画成,就是没有倒角的实体 然后再进行倒角,再进行分割成两个片 那都一样都可以 然后,但这个的话,呃,我,呃,应该会从实体 就没有倒角实体开始画 比较方便 呃,如果是想这样子 就是说想现在就 拉好线倒角也可以 好像 倒角太大,哦,我知道什么问题 啊,这个可能我刚讲错了 是这样子 我先还原一下回去,啊,还原成单线 是这样的,因为我这个线不是一个平面 所以没办法用这个线倒角 线倒角它只限用平,你看 现在就可以了,刚刚不行的 就是说,必须得是一个平面 那我们只能说把这个线 搭成一个实体,封闭实体 那我们再来倒角,再进行分割 一样,双轨路径 你想先选两根长的也可以 先选两根短的都可以 啊,个人习惯 呃,因为这个东西有点微妙,得要看模型 好,那这个面我们算是完成了 再下来我们回去看一下 它这个是往下收的,那往下收 我们再往下收呗 好 那我们只要保证它是斜45度就可以嘛 那现在端点我们确定了 再下来对角,为什么 因为我开了三个,所以这个绝对是百分之百的45度角 再下来选上这个点,往下拉 大概吧,也是一样 好像,嗯 我觉得 我不知道是图片问题还怎么 反正就是 呃,可能太大了,大概一下吧 这个尺寸到时候你们按着这个尺寸 然后原比例放到缩小嘛 都可以 好,那刚看到镜像过来 然后再镜像一遍 好,镜像完以后 那,然后再下这个正方形 我们画一下 正方形工具点一下 好 那这样子算 我们算是 嗯 整个面都完成了嘛 对吧 就基本上 就一个实体的样子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 那这时候我们选择这个 保证它是一个就有甜 呃,甜面的一个工具 反正它只能填平面 曲面它没办法填 再下来就很简单了嘛 嗯 这个也是 右键重复刚刚那功能 然后我们再来 啊 不好意思,这个线要 因为这个线已经用完了 甜完面 我们现在把它爆开 再来 看,甜面工具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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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封闭 那不会吧 诶 这就 哦 我懂了 因为 我懂 因为这个是折下来的 这个是一个折 它 我这个 我搞错了 这个面不是一个平面 那我们还是得要用双轨路径 呃,我习惯是先选两根长的 因为它两根长是路轨 然后这两个短的是方向的一个曲率 你看现在就可以了 我这个面不是一个平面 刚刚我搞错了 好 现在一样 那这个的话 对 再下来继续 好 现在第二个面也完成了 对吧 那这个面暂时看还是挺干净的 好 第三个 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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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时候我们一个出行就出来了 是不是很快 也不会很难 呃 这时候我们先把所有的面给选上 按照 按照 shift 就可以多选 多选了啊 然后就是连接 好 这时候确定我们是一个封闭的实体了 那封闭实体的时候 这时候该做什么了 对 复制一个出来 就随便复制一个 你放左放右 反正放在旁边就可以 为什么了 呃 留一个圆稿 好 留圆稿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继续下一个步骤 下一个步骤是这样子 因为如果这边是一个直线的话嘛 我们就可以从前面的这边给它切一刀 然后再把那个面给补上 那就登两个键 但这个这次比较 无奈 是这边是个曲面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 点一下 复制 呃 对 复制一个下来 那这时候你们能看到 其实这个就是有一个重叠的嘛 那我回去看一下 呃 对 没问题 那重叠这样子的话就OK了 那这时候 那我想再继续把这个键保存怎么办 也是一样 选上一个短点就是复制嘛 选上一个短点再回去 再选上相对的短点 哎 你看 同样位置就可以保存了 这时候两个都选上 呃 Ctrl C Ctrl V 对 Copy & Paste 呃 第一个 确定了 然后再 select service OK 选上第二个 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保证是两个不一样就好 好那上面这个片 我们算是完成了 再下来的话就是 再把另外一个部分给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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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次是并级哦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算是成功给分件了 好那分件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导原角 好 导原角的话好选错了 再继续再来一遍 呃 我这里刚刚前面试过一遍 这边应该是3 我3的话看起来会比较接近 那你们看你们自己那个也设定一个相对的一个数值 那你看只要我线稿没有变 它的导角还是能同步的 但是你线稿如果一开始不是一体的 这个导角就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 两个面它是完全同步导角 好在右键把重复三个功能把这两个导角也给完成 好那现在这样子的话这个表面算是完成了嘛 同时我们这个也还在这个原稿 你们可以根据情况来改 再下来呢就是 我们这几个它上面应该是有个 对有个小凹槽 小凹槽的话呢就简单的小凹槽我们就 给它随便画个凹槽吧 反正这边的话我们从顶丝看它是平的嘛 那这里我们只要是从 我们先把另外一个键给隐藏一下吧可以吧 隐藏一下 好那这个我们就有一个这样子一个键嘛 对吧下面这个口子 下面这个口子我们只需要把我们抽 我们需要做什么抽取这个面 那抽取这个面的话 这个抽取面的一个电源线 我们选择这个面 好那就OK了嘛 好那现在这个我们就有了嘛 这时候我会用比较粗暴的方法 远比例缩放 远比例稍微缩放一下 把这个线给缩放了嘛 在前四度这块 这时候再给它这样子 然后你们就看一个大概的 我现在这个明显就是 再来调一下吧 我觉得应该一个就够了 然后我刚刚肯定是拉过过了 虽然说呃 当这个也就解雇性上面 我表明一下 哦 好差不多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 往前再拉一下 用不用移动工具都可以 这时候呢也是一样 再拉一下 能不能拉伸呢 好吧呃不能拉伸是吧 不能拉伸的话 我们就把它那个 爆开 爆开的话 爆不开吗 好可以了 现在爆开了 四条线了 四条线的话 我们就这样子 先给它 拉伸一下 啊 不对 先给它一样双轨入镜 用一个比较稳当一点方法 双轨也是一样双轨入镜 你也可以把后面那个给爆开 我本来是想这么做的 后来想还是最稳当吧 不然后面又会出很多问题 那再下来 这时候我们就这样子做 呃 把这个复制一下 这个面 再回去定时度 你就 这个只要随便一个长度就可以了 不用说 一定要多少 再下来这样 在四个角上面 我们搭一个边缘线 这个行主要是它没 你不要 不要 把它找到一个平面 但你找到平面的时候 找到那个规律了 其实不会很难画 再下来 再下来 也是一样双轨入镜 呃 重复这个动作 结构线和普通的话的线都可以 当作双轨入镜的一个基准来用的 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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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边的话我看是一个平面了 但 还是双轨入镜嘛 因为双轨入镜你看 这个它形成的面嘛 为什么这功能这么受欢迎 第一个就是说它出来的结构线一定是最少的 吸吸流的就这个线的话 你就说成呃做模型的这个线嘛 一定能能尽量少就尽量少 因为它是一体成型 所有的东西越简单越好 好 那这时候一样跟前面的步骤一样 尽量就是说统一功能吧 统一方法来做 好 那这样子就ok了 对吧 那我们现在检查一下 好 这个是整个都是一个实体 整个都是一个实体的时候 那我们就需要 对 往往往里面挪一点 那记得看 注意好这个型 不要让它有偏 那现在这个就已经嵌入进去了 对吧 嵌入进去 我们先试一下 不过减法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这个凹槽算是有了吗 对吧 我们不要急着 先把它换用回去 为什么呢 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把这个选选上 复制 然后再贴过来这边 然后这时候你看到 哎 这个块也在 这样子你下次修改的时候 不会那么痛苦 就是这样子 好 后面就越来越简单了 那我们照样把这个给剪了 这个剪了以后 然后 那这个我们再倒一下一个脚吧 好吧 那我就 懒人 我就倒一个伤就好了 我也 涂上面的话 我忘记有没有倒了 反正就是 你们到时候再看呗 好那这样子一个脚就倒完了呗 再下来就简单的抽壳 这一个 我就直接点吧 我没看我数字是多少 有点慢 好 这个明显太厚了 再来倒一遍 那个1 我们倒个0.3吧 正常的产品厚度 我多话是1.4到2左右 然后有些地方很少会超过2 基本上这样子 那这个他说不是实体 不用管它 我们看起来是实体就可以了 因为模型嘛 还是那句 你只要能表达就好了 其他的都不用管它 那这里我们也是意思一下 给他倒一倒 右键重复刚刚那种功能 这是我看看操作步骤 可能有点快 好那这时候再下来我们就OK了 那右键这个隐藏键 好那这时候再下来 其实大部分都完成了 再下来 这个 这个东西就上面这个 我看不清楚 那其实我就画这个口的方法来告诉你就可以了 画这个口 我看一下 好 都是这种 我不知道是什么口 因为看不清 我就 其实正常像如果是真的电子类东西做的比较多的话 可以先把这个口给 就先把这些比如说那些什么 USB等等东西就给大家画 就是画出来 然后到时候你画产品的时候嘛 你的产品完整度会很高 因为模型不是说你要画多细 而是说画有多高的一个完整度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有时候你把这些插头啊或者屏幕啊 或者这些什么界面等等 你先把它先画好了 到时候就是说根据情况 你在组装上去会比较简单 因为C6到最后 你这个样子确定了以后 你肯定是要数值的 但是你不确定的时候 我就认为不要 因为很浪费时间 就说什么时候需要数值 什么时候不需要 这个东西要自己去取舍一下 那我就大概这样子画一个 那个行吧 可以吧 那我这么画主要是45度 为了那个45度 这个东西我看应该是挺小的 这样 但是我这样看那个我也不知道多大 然后这时候我就不保存 你们想保存的可以这样保存 我就看一下 这个好像比较大 行吧 比较大 那 呃 再来一个吧 可以吧 然后这时候我在上 我在上 顶速度这边拉 但是 呃 我会在前速度这边 看着前速度这边 拉了多少 这个就是一个习惯问题 这个好像小一点 那我们就 稍微拉小一点吧 那个 这时候 因为三个会 哎 不好意思 哦 把Central点给关一下 差不多这样吧 但正常肯定不会那么小了 这个 我偷懒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抱歉 抱歉 好 那这时候一样 你看 需不需要保存吧 还是这样一句 那我就懒得保存 因为通常 呃 这类我做教程 所有文件 基本上这样子 做完一遍全上 基本就全上这样子 好 这时候也是一样 不合减法 好 那这个就算是完成了 里面的你这个 主板的话 你就画个片 上面那些就不用 就画个片 然后到时候 装上去就可以了 呃 那这些口的话 上面的话也没有 我就 没有画了 因为正常的话 你可以再细一点 把里面那些口给画 那些都是拉伸的一个 就基本上用拉伸工具 也不会很难 再下来的话 可以这样子给你们 讲一下 那个 做一个logo 那 可能就这样子 可能 稍微添加一个东西吧 不好意思 OK 我电脑卡了 不好意思 这也是我现在 少 少 少出片的一个原因 好 那这时候 比如Winoba 刚好他有字 我就放心多了 诶 一样 呃 那个 拉伸一下 好 拉伸完以后 我把这个删掉 但是你们不要删 我是懒人 我才删 你们 你们是勤快的人 就不要了 就是因为我这个 就做一遍就 就基本上 就报销了 好 OK 那我先把它群组一下 再下来 再把这个 我 呃 到时候 你们要放中间了 不要像我这样子画 OK 呃 这个可能要把那个 三个关掉 不然的话 很难去 那个对 大概中间在这儿嘛 然后 这时候再下来 那这个字 你们要拗要图的 你们自己去选 都没有问题 呃 上面这个 我先 Ctrl C 这时候已经看到 Copy了我已经 然后呢 这个再下来 我们现在确定了 这个东西 他们两个已经重叠了嘛 这时候选择一个并级 那这是比较粗暴做logo的方法 选择 再选一遍 就选择了 那个一开始 呃 的一个 物体 右键确定 再选择 那个那群组 好 那这时候 我们往上再 对 就这样子 那我有一个并级的嘛 那这样子我们保证 他们两个曲率是一样的 那0.01好像太小 太小 0.05吧 也 好像还OK 但这个片的厚度 你们记得 后面的话就变薄了 但是呃 平常画外观的不用很在意 因为工程师 会帮你再把这个问题解决 这个是小文小问题 不影响你开模 但是呃 通常要求是什么 你的模型完整度也很高 好 那这时候你看logo就有了 那我们再细化一点怎么样 比如说刚刚我讲的那个片 因为我不知道多少 我就随便画了好吧 诶 然后这时候这个片 那个主板的片肯定是 呃 呃 比较肯定是很小的嘛 那我这个我就随便画 你们不要太在意 呃 这时候你们螺丝的那些 呃螺丝柱 其实都有固定规格了 那这个教程来讲 我就不一一去讲了 今天这个讲起来真的有点繁琐 这个 OK 呃 这时候我再画个空心圆啊 因为我现在都三个了 所以我画的都是很随意 但你们正常自己画就 不要这么干了 这个 这个 因为主要讲的是这个模型的思路啊 应该怎么去画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下来了吧 等一下我先把多月东西给隐藏一下 看得有点那个 所以为什么现在说那个线 越少越好 原因就在这里 那这些螺丝柱你们可以画好 然后直接也是去备份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时候 我们选择一下这个 我想找 对 好这个 OK 然后这个螺丝柱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现在是想把它在那个 就里面这个平面上 我不太想碰到最底下 因为这样子的话 呃 两个面会撞 那到时候这个底面就不是一个这么干净 会有下面会有这个圆形显示 所以说你看到我现在是刚好贴在里面的这个面上面 表达得有点不认清楚啊 抱歉抱歉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来 因为我不想它高度有改变 我就把这个 那这个圈圈给稍微缩小一下吧 但肯定不会那么小 如果正常你们画的精准的话 这个东西肯定是 模型的完整度高嘛 到时候你们去做那个什么爆炸图等等的 肯定会这么说很震撼 就是因为完整度高嘛 好 然后这时候比如说像我现在这样画 这个主板的地方我给它摩罗吧 正常应该那主板嘛 肯定是我四个螺丝树给它固定嘛 那那些什么蓝桥 那些什么散热片 就不要这样子了 不要画那个就 然后这时候我需要把这个 Central点给开一下 因为这个主板它需要开动 不好意思 重复看看上面又有剪较功能 OK 有点卡 不好意思 OK 好那这时候也是一样把这个 这个拉一下然后再往下 啊 对这个其实就是拿来减 减法用的 所以说 你画多少大小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其实 然后两个选上 好那这时候就这样子 这四个给它剪一剪 好那算是一个主板的一个螺丝口 螺丝柱什么也有啊 然后下面我们这边再给它一个并集一下 然后你现在看到了 就是完全就是下面是干净的 好我可以试一个就是不干净的给你们看 现在 不干净的 我刚讲的意思是这个 我不知道现在新版本这个万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照我来说应该这个是它的通病 好那你现在看到它跟下面这边是贴的 你看到下面能看到 如果这时候你们直接这样子并集的话 哦 这个通病看来已经改掉了 以前是会像现在这样子这样显示 好刚刚当我没说 这时候再来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倒一些小圆角了 这个步骤 因为算是差不多完成了嘛 LOGO就是像刚刚那个方法来做 0.02吧 我试一下倒这个角啊 不好意思 我看一下行不行 那可能这时候就 倒一下角 选上一下 那这里也是呗 那这里也是呗 好 其实可以全选了 呃 对 这些给它全选上吧 有些不要选上就可以 这个 有点小技巧啊 反正就是 1 我就是做这个事情最费时间 其他都还好 其实 我懒 懒一点我就全选吧 干脆 像这里这些的话 我通常是不选了 因为 不过我现在不选好 我肯定会破灭 OK OK 有点肺炎力 我大概看了一下 应该差不多了吧 大概这样吧 0.0了 看一下倒这个会有点需要点时间 然后呢就是基本上这样 如果不行的话 再换一个大一点 或者小一点的角 就在这个边上面你倒完以后 然后到时候 呃 你渲染或者是最后看到 有一个 就是两个键中间嘛 有个小圆角 这样看起来 如果你渲染 渲得比较细的 那个圆角上 啊可以可以的 这里应该是我刚刚没选上的 你们就忽略一下吧 当我当作我已经选上了 然后再下来 把刚刚的这些了 现在多月的这些给 隐藏一下 OK那里面的那些也是 那现在这里看到这个了 然后再下来也是一样 那这次选就简单很多了 0.02 就这个脚 反正就是正常的话 厚度是0.2 也是0.0.5到0.5 或者0.2这样子 就是正常如果做产品的话 基本上都是给这样子一个数字 呃厚度的话 反正刚刚讲过 不会超过2 超过2的基本上 除非那个地方太脆弱了 或者没有任何支撑等等的 好0.2 上面那个就不选了 你们上面 因为上面那个是属外观部分 你想导大一点就导大一点 但下面那个是 两个零件结合的部分 这个涉及到模具 那你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呃 人看的啊不好意思 选错模式 按这个按习惯 呃这样子我们选择这个vendoring 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我想要开这个模式 好 这时候 这个 我们把缩线给隐藏一下 刚刚那个步骤吧 然后这时候选择vendor 可以了 可以了 那你看 这样就干净很多 你看 这时候这么旋 现在显示的不是它 太好 因为我显示那个 调到最低 那这里 如果你旋得好 照理来说 如果灯光有打的话 会有一条光线 就那种白光 高光点在那边 那整个 旋起来自然就很高了 好 那一个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那一个 谢谢大家 敬礼 数字 2 2 2 3 1 3 2